這個就是5月15號 5月15號開始打的 那一天打了186149劑 對不對 然後呢 你往旁邊看 這是莫德納的 高端的 當時都還沒有 然後 總計呢 一般 其實賴教授應該比我更清楚 因為我比較少在看國際的新聞 大概AZ 以我現在看國際Lanson 那些期刊到現在 以AZ 緊繃12週 這12個禮拜 大概不太有人在建議往上 只有台灣會出現莫德納可以28週的 那不好 應該28週真的是有點誇張 王振賢 王毅士都說這樣不好 效果會不好 來 那如果我們以12週 普遍的國際期刊認為 AZ應該是12個禮拜的話 它的到期日呢 就所謂的8月9號 如果5月15號 就是以那天爆發有沒有 5月15號是爆發 那天記不記得 整個所有人湧上去打 一秒 不管你什麼我都打了 所以那天AZ18萬劑有沒有 後來不夠 不是空了一天 然後呢緊接著 冰冰冰冰冰冰 每天都十幾萬二十萬 十幾萬二十萬有沒有 這是那時候的數據 OK 都是5月 那如果你往這邊延伸呢 就是到期的數字 到期的日期 這是8月9號 一路這樣子 都過了 也就是我們今天幾號 我們今天是9月10號 9月10號這一邊呢 我還沒有統計到 光這一邊就是所謂的到期的 請問你把這邊全部加起來多少 快要百萬 快要百萬 如果大家有心可以幫我加一下 三十四萬三萬五萬 三萬多三萬多四萬 如果每天把這個累計的 AZ應該要打第二 已經打第二劑的 跟這邊的把它加起來這邊 沒有百萬不好意思 沒有到百萬 這邊加起來 有多少台灣人 AZ已經失效了 就這個數據 就浪費掉了 這一邊 從9月9號以前的這邊 這邊打的這一排 這一排 就是到達12個禮拜的 目前為止 還可以算在第一劑的覆蓋率嗎 我想請問代教授 你認為還可以算在第一劑覆蓋率嗎 當然不行啊 因為所有的資料都告訴你說 它的效果一直銳減 這不理想的 一直到今天 陳時中是不是還一直在念 第一劑覆蓋率43 44 對不對 人家都算40劑 他到今天還在念 對 到今天還在念43 44 對 那你們為什麼 你把那前面的也算進去耶 對 那你就是打點Lanson 打點刺客針嘛 你打點英格蘭期刊嘛 你打點這些國際期刊說 你們的數據我才不相信耶 我說了算 AZ可以到28週啊 跟莫德納一樣啊 是不是這樣 對 已經12週了耶 有多少人第二劑是打不到的 那你今天來開放第二劑 可以跟人家booking 這些人 你沒有多少人也booking不到 對 請問一下這多少人第一劑要失效了 然後他就booking接不到第二劑 你現在覆蓋率還給我算40劑 我覺得真的太相怨了 真的太相怨了 這樣子的圖表兩個意義 一個就是告訴大家 現在開始失效的第一劑覆蓋率有多少 第二是 應該這個不用我再講的基本常識 就是所有Delta一定要兩劑以上才有保護力 現在不要再跟我講什麼打第一劑 我們現在仍然有72%什麼 莫德納有86% 什麼BNT有94% 沒有好不好 Update 現在是對Delta來講 BNT 莫德納第一劑都只剩三四五十而已啦 三四十四五十啊 全部都是第二劑以上才有七八十這種數據啦 不要再跟我算第一劑了好不好 現在全世界 而且AZ的兩劑還是比這個莫德納跟DMP的 對啊 奇怪 腺病毒還比較高 還比mRNA那高 就是我們台灣對這些所謂的疫苗 到底有沒有做過研究啊 腺病毒的兩劑輸莫德納 可是三劑卻贏莫德納 奇怪了 它防Delta反而是好的 請問一下有沒有告訴我們為什麼 沒有耶 每天都在玩這些文字遊戲耶 一直玩一直玩 很多人是連這個訊息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不要說為什麼了 一直玩你啊 他一直一直在跟你講 第一劑不概率我們要拼到60% 可是他沒告訴你 這裡面你就快一百萬個人失效了 對 他不告訴你這個事情耶 是啊 他一直把這一百萬個人都算進去 那萬一這一百萬個人 碰到第二他呢 算你隨小 倒楣啊 可是你會跟陳忠講 我有打啊 然後他就跟你講 這疫苗突破嘛 對突破性感染 那你要怎麼辦 全部都在跟你 跟你撒謊啊 全世界現在也不能在談一劑的 現在全部的你看 所有的英格蘭雜誌這些 全部都 全世界就是兩劑 全世界就是打滿 人家討論到三劑四劑了好嗎 現在全世界已經不只是兩劑了耶 現在有人說全世界是三劑耶 開始考慮第三劑了 現在全世界的意思是 之前是兩劑 所以大家在討論說 你國家打全世界是幾劑 幾% 有人說我現在才20% 那我們南海要拼到40% 我們台灣拼到40% 但是是一劑 對啊 然後一劑 請問一下全世界還有人 就一劑在防Delta的嗎 一劑是之前討論 是原始病毒株 跟至少Alpha啦好不好 了不起Alpha的啦 我後面沒有人再跟你討論 第一劑的了啦 台灣現在不但這樣子 然後一直告訴你 夠了 我們夠了 你說真的會不會氣死 然後我說實在的 佩軒 我覺得老百姓比陳時中聰明 對 反映在什麼 所有第二劑的老人 今天預約 對 吊爆 吊爆系統 這個畫面啊 大家都看到啦 大家這個畫面代表什麼 老百姓比陳時中試任 我比你清楚 要打兩劑 才有辦法防Delta 然後我的資訊 比你更靈通 對 我的資訊比你更靈通 你現在還跟我講 第一劑 我已經知道第二劑 才能夠保護我 所以我 盪爆 你的資訊系統 都已經給你這樣的警訊了 他還不聽耶 每天還在那邊耍 今天還在那邊 第一劑覆蓋率已經突破了 我真的連 我真的是很想 如果那個 小叮噹有在 我應該放一個那個 然後直接原子餅搓它一下 你知道嗎 真的太過分了啦 然後你看就是又在玩這個 對 第一劑覆蓋率 疫苗覆蓋率 4.3耶 第二劑請問多少 這後面不是少一個0耶 就是季次人口比減第一劑嘛 是 就是4.3 全世界倒數的 為什麼我們現在分數還起不來 為什麼我們所謂的 彭博的防疫任性還起不來 現在不是因為四日期耶 我們防疫任性在8月還退步了咧 退步一名嘛 各位 防疫任性不是在看第一劑咧 防疫性後面看這個紅色的 對 4.3 請問一下4.3這個數字 你怎麼拿去跟人家比 台灣怎麼比得過全世界 現在還在玩這種東西 然後但是他指揮中心 你有沒有發現 他說他只問第一劑 然後那記者只問他說 我們現在昨天的疫苗施打狀況如何 第一劑覆蓋率45%點多 季次人口比49%點多 我們即將突破50% 他說他可不給你看4.3 他不給你看耶 你還點自己去撿 對 你說這些人喔 可不可惡 這個我看有 是要推動另外一個憤怒鳥在活 憤怒鳥又重新出現了 大家去玩那個憤怒鳥 你去不去 這個沒有辦法 你面對這個民進黨政府 他把一個科學的東西 把他用政治的操作 然後把一個政府 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公信力 他寧可用政治操作 把他毀掉他的公信力 所以造成民眾自己自力救濟 民眾自己去搜尋 去了解去關切去相信 他所相信的那些科學家 然後政府的這些官員 原本有科學背景的 而且有雄厚科學背景的這些 一旦進入了官員的行列以後 他的科學背景 放下專業了 放下專業了 一切以政治為主 他晉升晉政府 對 然後所以好不容易就是 他把他這一生 從年輕的時代 在讀醫學院然後再當醫生 然後當了這麼多年 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公信力的醫生 然後只為了政治 短短的那個政治的生命 他卻把他這一生 所建立起來的信念 價值 形象 還有人品等等 都把他拋棄了 這個太可惜了 這個因為政治實在是很短暫 但是這樣子玩 玩掉他自己的一生的情慾 真的是很可惜 我們看到有次會很憤怒 因為有次是 其實是憤怒很久了 為什麼 因為看到台灣的疫情 一直沒辦法有效的 安全的控制 主要的關鍵還是在於疫苗 即使我們的民眾 再怎麼自動自發 再怎麼認真 再怎麼把口罩戴起來 保持距離 再怎麼樣約束自己的行為 可是我們都知道 我們需要充足的疫苗 而這個疫苗的覆蓋力 卻遠遠不行 大陸這邊都 大陸打兩劑的 打滿的都已經七成多了 就已經14億人口 觀眾朋友 14億人口 他們打完兩劑的 都已經七成多 而且還有好幾款 將近有10款的疫苗 還在研發中 而且還在做第三期的測試 還有噴劑也一直在去做測試中 您想想看 也就是說 他們並沒有因為這樣子 就自滿 而他們還是不斷地在研究 不斷地在進步 然後對於他們的民眾的保護網的建立 還是這麼的努力 所以他們10月1號的每年的10月長假 11長假 你看他們很有可能會整個開通了 各省都可以跨 對 刺激國內的經濟旅遊的發展 台灣我們一直強調 我們不是買不到疫苗 郭台銘都可以買到那3千萬劑疫苗了 500萬劑是先進來 預留的3千萬劑都已經有了 都已經到這個程度了 主要是我們的政府一直拒絕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立新聞不會消失 只會更強大